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清 最近在浙江宁波奉化进行认阻归宗活动时 发表了一些引发热议的言论 他公开指责赖清德是省长而非总统 并声称中国比美国好得多 这些话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蒋友清的情绪激动 甚至表示台湾应该早点回来 与现场的蒋介石扮演者合影留念 然而 这位蒋家后代的言论并未得到一致好评 网友们对此褒贬不一 有人对他的精神状态表示担忧 甚至质疑他的理智 蒋友清的背景同样引人注目 他曾因恐吓公众被判刑 这样的经历让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更加引人关注 究竟蒋友清的言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意图 他的回归是否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清最近回到了祖籍地 浙江宁波奉化 进行了一场引发广泛热议的认祖归宗之旅 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抖音账号卖狗886发布的视频中 公开喊话称 台湾现任副总统外清德为省长而非总统 这番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 当被问及对大陆的看法时 蒋友清直言中国比美国好 这一观点同样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 蒋友清的突然现身不仅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还让人们对他的过往行为产生了新的兴趣 据《星岛日报》报道 蒋友清还在宁波奉化街头公开斥责赖清德 并强调中国比美国好很多 他的不满情绪表露无疑 影片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并引发了热烈讨论 蒋友清认为台湾应当早点回来 并与现场的一名蒋介石扮演者合影留念 在X平台上 知名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也分享了这一影片 称蒋友清回到宁波奉化任祖归宗 并当众斥责赖清德是省长不是总统 蒋友清表示 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美国 还称中国比美国好很多 主张两岸一家亲 影片中 蒋友清还提到我们台湾应该早点回来 同时也与现场的蒋介石扮演者合照 影片曝光后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网友在影片下留言称 蒋介石和蒋经国看到这货估计能气疯 这人看着精神上是不是有点状况 蒋介石的棺材板快按不住了 这不孝子孙 这些尖锐的评论显然显示了部分网友 对蒋友清言论的不满和质疑 然而 也有网友对蒋友清的精神状态表示担忧 有评论指出 他看起来精神状况不大好 话都是一段一段的 难保没有被去投去尾 断章取义 脸色好差 变得好老 可能精神状况也不好 这些评论反映了部分网友 对蒋友清的同情和关切 蒋友清的生平也是引人关注的一部分 他在加拿大出生 是蒋经国三字蒋孝勇与太太方志怡的第二个儿子 早在2013年 蒋友清就曾多次在台北美国学校校门前咆哮 笔中指 还曾写电子邮件 恐吓副校长 甚至在个人脸书上用英文表示要屠杀全校和放炸弹 这些行为导致 他在2014年被适临地方法院依恐吓公众罪判处六个月徒刑 随后他虽然上诉 但在高等法院开庭前撤销诉讼 判决定验 蒋友清的这些行为和言论 让人们对他的心理状态和背后的动机 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讨论 然而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蒋友清的这次认阻归宗之旅 无疑成为了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 他的言论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观点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人 对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看法 这种高度关注的背后 除了蒋友清个人的言行外 也离不开他作为蒋介石曾孙 这一特殊身份所带来的公众关注 蒋友清的言论和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和解读 这也使得他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了媒体和公众的焦点 而在蒋友清的言论引发热议的同时 人们也关注到 他作为蒋家第四代的特殊身份 蒋友清的言论和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和解读 这也使得他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了媒体和公众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 蒋友清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和解读 蒋友清的这次认阻归宗之旅 虽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但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 蒋家第四代的处境和压力 作为历史名人后代 蒋友清面临的公众期待和审视 无疑是巨大的 他的言论和行为 不仅仅是个人观点的表达 更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他所承受的历史和家族压力 这次事件也让人们反思了 社会对名人后代的关注和期待 作为公众人物的后代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被放大和解读 而在这种高度关注的背景下 他们的言行 往往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争议 蒋友清的这次认阻归宗 无疑成为了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 他的言论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观点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 对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看法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这次事件都让人们对两岸关系 和历史名人后代的处境 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最后 蒋友清的言论和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他个人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 作为蒋家第四代 他承受的压力和期待无疑是巨大的 而这次事件 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 蒋家第四代的处境和压力 以及社会对名人后代的关注和期待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这次认阻归宗之旅 无疑将成为蒋友清人生中的重要一页 也将在两岸关系和历史名人后代的讨论中 留下深刻的印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蒋友清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曾孙 蒋经国的孙子 蒋孝勇的儿子 出生于加拿大 近期 他回到祖籍地浙江宁波奉化 进行认祖归宗的活动 并发表了一些引发热议的言论 这一系列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蒋友清在抖音账号 麦狗886发布的视频中公开大喊 赖清德你是个省长 你不是个总统 并表示 中国比美国好 这些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蒋友清的言论涉及两岸关系和对美国的看法 显然有着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争议性 蒋友清的出现和言论 引发了网友们的不同反应 一部分网友认为 她的言论和行为欠妥 甚至有网友质疑 她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 她可能受到了某些影响 而发表此类言论 表示应关注她的健康状况 蒋友清的过往行为也曾引发争议 2013年 她在台北美国学校门前咆哮 比中止 还曾通过电子邮件恐吓副校长 甚至在个人脸书上 用英文表示要屠杀全校合格放炸弹等 这些行为导致她在2014年 被市邻地方法院 以恐吓公众罪判处六个月徒刑 随后她上诉至二审 但在高等法院开庭前撤回上诉 判决定宴 蒋友清的背景和行为 引发了多方讨论 有些人认为 她是蒋家后代 言行应更加谨慎和负责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她可能有其个人的困扰和压力 需要更多理解和支持 蒋友清此次回到奉化 进行认阻归宗的活动 并在此期间发表的言论 不仅引发了对其个人的关注 也再次引发了对两岸关系 政治立场 以及个人言论自由等 议题的广泛讨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蒋友清回到祖籍地的 认祖归宗活动 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 和家族传承的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 他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 和对两岸统一的期望 这无疑是一种炽热的爱国情怀 至于他称赖清德为省长而非总统 这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观点 并不是无凭无据的言论 再说了 蒋友清认为中国比美国好 也并非没有道理 在经济发展速度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中国确实有很多亮眼的表现 楚天书 别开玩笑了 蒋友清这可不是简单的文化认同 这简直就是政治作秀 他在加拿大出生 成长在西方文化中 突然跑到中国来认祖归宗 怎么不觉得这有点太戏剧化了 还有 他说赖清德是省长 这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言论 更是对台湾民众和民主制度的不尊重 至于中国比美国好 那更是见仁见智了 你说的是经济和基础设施 但在言论自由民主建设和人权保障方面 美国还是领先的 就连蒋友清自己 过去在台湾闹过的那些事 不也是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吗 谢琪琪 我看你 这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 蒋友清的道访和言论 无非是抒发个人观点 又不是在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一些个人看法 这在现代社会不是很正常的吗 再说了 两岸的关系本来就很复杂 蒋友清作为蒋家后人 有这种情感需求也不足为奇 至于你提到的民主和人权 别忘了 在美国也有不少社会问题 比如种族歧视 贫富差距 这些可不是靠几句人权口号就能解决的 中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不需要借助外界的评价来证明 天书 天书 你这可是打太极了 个人观点当然可以表达 但蒋友清的背景和过往行为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言论的动机 你说两岸关系复杂 那蒋友清的行为只会火上浇油 甚至可能被当成政治工具 至于你提到的美国问题 没错 美国是有不少问题 但别忘了它也有强大的纠正机制和言论自由 这些正是它可以不断进步的原因 而中国的进步虽然在经济上很显著 扮演者合影 难道不觉得这有点诙谐吗 至于你说的被政治利用 我看这更像是阴谋论 美国的纠正机制当然好 但也并非完美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抗议和社会动荡 中国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它的优点 天书 你这是在给蒋友清找借口 发表意见可以 但这种言辞激烈 极具煽动性的言论 怎么可能没有后果 你觉得诙谐 别人可不一定这么看 再说了 蒋友清的行为和言论 的确让人怀疑其动机 他过去的一些行为 像是恐吓公众罪 已经让人对他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你还提到美国的抗议和动荡 这恰恰说明美国社会有表达不同声音的自由 中国的优点当然要认可 但也要看到问题 不然我们讨论的还有什么意义呢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倒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倒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 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